真的是個暴枕欸 怎麼會有人帶暴枕來日本呢 真的太瞎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王猴 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我去那一趟日本的 最初的目的 最初的目的其實是要去送一顆暴枕 一顆Ducati的暴枕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台灣Ducati的總代理作文 就問我說 欸 你看到你有在做影片啊 我們最近在辦一個活動啦 叫做紙上錦標賽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願幫我們拍一支影片這樣子 那我就說好啊 他們就寄了四顆暴枕給我 我放連結在這邊 那拍了一支影片之後 我並沒有要留這四顆暴枕 所以我就把他抽獎送出去了 其中有一位得獎者 他人在日本啊 那時候我人就想了一個非常看的企劃 送抱枕 送到日本去這樣子 我會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現在真的 幾乎是沒有收入的狀況 我適不適合做那麼ㄎㄧㄤ的企劃 而非當日本只做了這件事情 後來我決定 我還是再多考慮一點好了 可能沒辦法做那麼ㄎㄧㄤ的企劃 因為他對我來說的成本有點高啊 想著想著 這時候Suzuki的Gimini就上市了嘛 那我這時候就想 ㄟ我個人是蠻喜歡這輛車的 所以呢我就透過了一些關係 弄到這輛車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我的 Gimini Serra的試駕影片 這一趟日本其實我想要做五支影片啊 我已經上了三支了 第一支是Gimini Serra試駕嘛 第二支是Tim Lab的展覽 第三支是Gimini Museum 那這一支會是第四支 話不多說啊 雖然我已經講了很多啦 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啦 嗨大家 現在是台灣時間大概12點 星期一 ㄟ?星期一嗎? 不對星期二的凌晨12點 我現在在羽田機場 從東京要到高崎 喔我忘了說 這位女生住在高崎 群馬縣高崎市 高崎大家可能會對他有點稍微有點陌生啊 大家比較熟知的應該會是清景澤 高崎市呢 就在東京往清景澤的這條星岸線上面 的中間的一個站 很多人要去清景澤 會選擇住在高崎 高崎的房價比清景澤再便宜一點 大家這樣會不會 那個距離感會不會比較 比較近一點 應該是有比較近一點 那時候搭到成田 已經是凌晨了 所以我現在在成田 住了一個晚上 跑到東京 跑到高崎 我一出車站 我就覺得我應該會蠻喜歡這座城市的 他給我的感覺就像是 台灣的話會像是 比較像是花蓮市這樣子啦 不會給你說有種很 非常非常鄉村的感覺 但是呢 他又不會像東京那麼的繁忙 那麼的擁擠 就是到處我都看到是高樓大廈 他出去就是 還是有些百貨公司 但是你看出去 不會被所有的建築物擋住 你自己的視線這樣子 我就根據得獎者的指引 去打工車 到那邊我真的很不確定 很害怕我上錯車啊 但是呢我就用了我的破英文 去問司機的時候 司機根本不會英文啊 還好 車上有 這位得獎者他的室友 你好 是 老師嗎 你好 而且我聽到中文 喔超級開心的 心花怒放 反正我就確定是這台公車嘛 然後就上車了 這趟公車旅行的話 他算是環狀的 他會先在市區很多 比如說像醫院啊 那個點都會停 然後再繞去 比較鄉村一點的地方 在繞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第一印象真的沒有錯 我真的蠻喜歡這座城市的 我要看一下我的小超 我看一下我小超寫什麼 形容詞啊 我小超是寫著 乾淨的街道 不多的車輛 充滿悠遊自在的氛圍 反正他就往鄉村的地方走 這裡很棒啊 到鄉村之後我下車 再找一小段路呢 就到了德江澤他在日本住的地方 可是其實那時候德江澤還沒有回來啦 所以我就在裡面稍微等他了一下 嗨 嗨 被我遇想我還快到啊 不可以這樣子啊 你要現在看到你的抱枕嗎 好啊好啊 對啊抱枕呢 之後等下回到家 我當然就把抱枕拿給他嘛 那其實我跟他的關係是 也算是網友的關係啦 嗨 嗨 是香的嗎 應該是不是香的 嗨 沒味道 嗨好 這也算是送抱枕的大成功吧 雖然這好像也沒什麼好失敗的哦 那 那就這樣吧 網友去哪裡 下次見哦 拜拜 你看到抱枕要什麼 真的是跟抱枕 怎麼會我們帶抱枕來的日子 真的太瞎了 你就不要帶我遺憾了 不要